這個35度左右的 33到35度 可是沒有很快啦 大概40多50 50上下吧 大家好 我們剛才買到的這個壓克力 我們等一下要把這個壓克力做加工 要把它做成 兩角氣 有沒有看這個尺寸看起來就很像兩角氣 以後我們就可以 明確的告訴我們後面的交通局說呢 我們這個機車在過彎的時候 是用幾度的角度在過彎的 對很明確的告知 只不過後面台中是交通局啦 對因為我們在台中買 對壓克力版 台中默默中槍 快點你去那邊 我在這裡指著 好在我包包 不知道啊 我包哪一個 你自己拿啦 幹不是啦 我自己拿啦 幹 所以接下來都是危險的紅色 幹什麼紅色是這種喔 你懂了吧 我懂了 喔 表示超標 對啊 該收法單喔 只有兩下去會更怎麼錯誤 可能會歪一點啦 因為畢竟沒那麼閃爍 正好符合我們的科技指法呢 對啊 呵呵呵呵 好啦 我們兩角氣化好了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喔這邊還有一個那個 摔車標誌 呵呵呵呵 呵呵呵 90度就直接躺在地上了吧 好我們等一下要去找寧兒了 走 好 你猜什麼 跟今天有關 對啊 喔 我今天要拍什麼 喔我今天是在這裡拍什麼 完蛋了 完蛋了 好 喔那個喔 輕腳碎是 什麼 喔喔 兩角氣 沒錯 就是兩角氣 呵呵呵呵呵呵呵 這個太簡易了吧 呵呵呵呵 好想要有個刻度吧 沒有喔 沒有上面刻度是會給你寫的啊 喔是這樣嗎 對啊 我們是精心準備的 喔喔 還拿AP啊 顆粒 對啊 而且它 套質很 重點是它是透明的 套質很大喔 呵呵呵呵 你是等一下要量我角度 對對對 沒有我們等一下就擺在路邊 然後那個 呵呵呵 然後看旁邊經過的機車 哪一台超 哪一台超過 你看 欸 危險角度還有 還有顆紅色欸 呵呵呵呵呵 很有意思 用貼的啦 我們沒有膠帶 呵呵呵 為什麼我在做手工 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但是要用紅色 現在用這個也太晚了 還好吧 都已經取消了 喔確實是有點晚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 沒有啦 他會他會重啟 他都這樣講了 他自己都講說會那個 我覺得一定會重啟 對啊 根本就是想要重啟啊 暫緩不就是重啟嗎 對啊 不然他就直接說取消就好了 對啊 我是覺得他們 打從一開始說要抓傾腳 就只是 不想發到汽車而已 對啊 不想發到汽車 你因為汽車有沒有請腳問題啊 現在請而而為這個指法器才取名 哈哈 affir 請腳 saç 小叮噹 請腳測量器 to 哒哒哒哒哒 我們現在帶著我們的 傾腳測量器 來到了139線道 然後旁邊呢這一根就是我們的 科技執法 欸他真的是迷彩塗裝欸 對啊我剛剛就說了 還有我們的萬用膠帶 萬用膠帶 欸這等會寶 沒有他用透明膠帶 他用那個金屬綁條 他另外一支是沒有金屬膠帶 就用膠帶 吐泡 拆箱請腳測量器儀式 我們請鵝兒來幫我們拆箱 欸剛才他聽過在看我們 他看起來在我們今天角度是多少 登登 哇幹全透了其實 看不到上面的字了 還好有用膠帶 對啊我們等一下就會擺在 擺在地板 然後看對面的機車過來都是幾度 因為台機車來了 取景 哇正的欸他是正的欸 他的琴腳非常的合法 欸來了來了來了 喔超過了 超過了 超過30度 超過30度了 欸那個哨子要拿出來 等一下超過30度我們就要逼逼了 15度 30度 欸欸欸 欸欸 欸 欸 15度 啊 這個有快要30喔 欸欸欸 時間走來了 時間走來了 欸欸 哈哈哈哈 這個35度左右 33到35度 欸 欸來 一台 會啦 超過了啦 超過了啦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 幹這已經超過了 哈哈哈哈 就看就知道 這次比較慢 兩趟都在樹線內嗎 沒有注意欸 蛤 超完蛋了 可是沒有很快啦 大概40多50 50上下吧 第二趟應該很慢吧 應該 看起來很慢 就多不快 可是第二趟 第二趟有超過嗎 有啊有超過就剛好在壓線啊 所以我的表數好像在50上下啦 GPS最近比較慢 YouTube已經比較慢 就是沒有違反超速規定 對啊 你也可以很慢又很斜啊 對啊對啊 你晚一點入彎 對啊那晚一點入彎就可以了 就變很急 最後變很慢又很斜這樣 對啊 那反正你 沒有啦 如果是以我那個速度的話 大車會更斜啦 對啊對啊 對啊 撇除掉四五十歲 你看看那種二三十歲的 正常期的 多多接壓線 對 今天大家都正常期的欸 對啊對啊 沒有有幾台是很慢 很慢很慢 因為就是除非前面剛好跟一台車 那可能是只能騎二三十才不會超過 對 對 就它這個速限很容易超過 很容易壓到那個三十的 不然你就需要水平1 然後看一下自己是31還是29 角度不重要啦 本來就不應該測這種東西 你要測這個就是要裝一堆無味不味嗎 不然就是擺一個兩腳機在旁邊 要擺一個兩腳機 自己過彎的時候看一下 看一下 兩腳機 如果車頭貼這個滿好笑的 系的車頭貼這個 對啊 你按車款前面 也不會擋到車款啊 系的車頭貼這個我覺得滿好笑的 它是有說 它是說什麼的 像側掛出腳這一類的會被 遠景人工去塞出來 這原本就是有說的 然後跟地面夾角是65 但問題是超過30度的機車 必比皆是 對應該說山路真的很容易 尤其是大車 所以說就是我覺得 以後會遇到比較嚴重的問題應該就是 會變DDOS 就是一大堆的劍 可能一天太多進去 然後遠景自己可能本身 他也沒有那個時間 沒有那個能力 一劍一劍慢慢省 然後最後就會變成說 啊反正啊進來30度了 我就 對 你有問題自己去申訴 對這就是最最重要的問題 對啊 有點像是像現在科技執法 不是也是說就是他會先拍照 然後拍照純正之後 然後遠景再去做人工審核嗎 那結果還是發生過一堆就是 最後還是遠景就是自己 就是把單子開出去 我不是說遠景不好 而是說他們有時候就是那個劍太多了 因為30度這個標準真的太容易去吃到 而且你省省劍 就是重複的劍 你看過太多之後 你的標準會不會有 有偏移 這也很難說 其實我覺得你從兩邊量 法 你從兩邊量進來比較快 因為他說114不一定給114 搞不好他 搞不好他120報114 這加18的話是在這裡 是嗎 是 這裡有18 喔喔喔喔 這裡有8 哇喔 哇喔 完蛋了被發出現很爛了 對啦 對啦 貓口音比較智慧 對 不是吧這是車禍了吧 90不是直接車禍了吧 Oke 哼哼 浩 Bhions 你的縣裡也撐火了啦 哼哼 怎麼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